我是古阿牧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劍俠情緣這個IP 應該很多人都聽過吧 劍俠情緣最早就是一款單機遊戲 在1997年時發行的跟仙劍齊俠傳算是差不多的備份 記得那時候我才小學的樣子 南港佳樂福樓下有投幣式的電腦 我都會吵著要我奶奶帶我去那邊投幣打劍俠情緣 投10塊玩30分鐘的樣子忘了 反正為了破關 我拆投的錢應該夠我買兩三套劍俠了 後來高中時這遊戲就出了網路版 那時天天跟同學去網咖刷裝備 刷到一條高屬性的裝備 賣掉就能直接當一個月的生活費 所以我高中時經濟還不錯啊 追女生請吃麥當勞時 都不是只請一個人吃啊 是請他們整個社團的人一起吃啊 那時候我們為了練才 還會裝女生騙哥哥送我們裝備 你還不能直接去騙 要故意開一個跟對方同門派的角色 去裝新手給人家帶 這樣他才有辦法給你裝備 不同門派的裝備是不共用的 為了騙哥哥 還要故意找女同學來打那種投幣式電話假裝是女生 所以不瞞各位 我也是教過網工的 拿了網工的裝備 再去給自己的垂天王穿 那時候垂天王好強 10個高手 有9個是垂天王 好 我們還是趕快來講正題 這個劍俠情緣的故事呢 大概是在講說 男主角獨孤劍是橫山派大弟子 某天在山上練劍時 忽然接到師父劉青舟受重傷快要死掉的消息 而他師父死前 就要他到山下的一塊大石頭下 拿一份藏在那裡的血書 再把血書送去給一個叫劉中原的人 所以為了完成師父遺願 讀孤劍就這樣開始下山闖蕩江湖 啊這個過程中 他當然認識了一些很重要的角色 像是 南宋大將軍張風之子張如夢 和幾位女主角張靈心楊茵 還有經國第一高手南宮滅的女兒南宮彩虹 有沒有發現以前的單機遊戲都流行一男配多女 後宮情緣的概念 對於小男生來說都特別喜歡這種題材 整天幻想自己後宮滿滿 到底要選誰 總之這部作品當時推出賣了25000套 在那個年代來講可以說是賣得很好啊 而真正讓劍俠情緣這個IP爆火的 其實是2000年時推出的劍俠情緣2 一樣是款單機遊戲 當時以20萬套銷量 創下武俠RPG市場的最高峰 在玩家之間口碑極好 劇情簡單提一下講的是第一代男主角獨孤劍 當上武林盟主後不幸抗金失敗 老婆張靈心也犧牲了 她自己也被經國天人教教主完顏紅烈給抓走 而張如夢和南宮彩虹則是在結婚後隱居大漠 並生下兒子南宮飛雲 這人就是第二代的男主角 她16歲時離開大漠闖蕩江湖 在冒險的過程中結識第二代女主角燕若雪 之後當然就是由完顏紅烈扮演大魔王 搞了很多陰謀 第一代男主角獨孤劍也被她幹掉了 最後有兩種結局 一種是大魔王把二代男女主角給幹了 一種就是大魔王戰敗 接著因為第二代賣太好了 所以隔年馬上推出了劍俠情緣外傳 也創下了銷售15萬套的好成績 劇情講的是男主角 楊穎峰闖蕩江湖時認識四位女主角的故事 反正那個年代只要女主角夠多 男孩子都會買來玩 故事圍繞在常見山莊 武當派 無憂教 飛龍堡這些勢力的鬥爭 身為男主角的你 可以自己決定要當好人還是壞人 月影傳說總共有七個結局 走正道路線有和四名女主角在一起的奇人之福結局 走邪道路線則有殺光四名女主角的結局 相當喪心病狂 好之後就是網路時代了 2003年劍俠情緣被改編成網路遊戲 叫劍俠情緣Online 裡面的人物門派道具整個架構 都是用單機版去改的 其中遊戲的自由PK機制 最大獲好評 後來2005年因為科技的進步碼 所以換了新的引擎 重新推出劍俠情緣Online 2 好玩歸好玩 但真正讓劍俠情緣 在網路遊戲中走上巔峰的是2009年推出的 劍俠情緣網路版第三代 簡稱劍網3 之後隨著智慧手機越來越發達 劍俠情緣當然也不意外的被改編成手遊 例如最近即將推出的手遊 劍俠情緣R 不管是遊戲畫面 系統機制還是職業劇情配樂 都完整復刻劍俠情緣Online 重現了當年的經典遊戲元素 像是野外自由PK 玩家面對面自由交易 送金戰場等獨特的副本玩法 還記得那時候打到三條高屬性裝備的興奮嗎 還記得每天都在研究 視為要怎麼配技能要怎麼點的日子嗎 還記得什麼是跳檔樹嗎 那時候也整天都在拆十個門派的三個路線 哪個路線會是更新後最強呢 我記得那時候垂天王很火 但後來命中屬性越來越明顯 就揮不中怪 大家就都轉成命中率高的刀天王了 那時候只要你裝備好等級練的快打 送金戰場那種千人大戰時 像我們玩天王的就算衝來衝去也不容易死喔 總之 現在有機會重新體驗這一切了 作為和軒圓劍 仙劍並稱的三劍之一 劍俠情緣的歷史還在繼續 圓祖武俠MNORPG手遊正式回歸 現在就解放你對沙渡的渴望 你懂的武俠 懂你的武俠 劍俠情緣2 火熱下載中